和家人开心的看着照片 永和模范父亲陈振荣说 这是最高兴的事了 尤其手上还抱着孙子 那种心情更是满足 陈爸爸育有一子一女 从小对于孩子的教育 就非常的重视身教 他认为一个人做事要严刑合一 不要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而教育下一代更是重要要以身作则 告诉他们说的跟做的一样要兼顾 所以我觉得人不是要做人看 其实你是由基础一步一步这样做 把一些好的事情做到做吃做好 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真好的模范 而儿子说父亲教育他们是严厉的 赏罚分明 这样的做人做事态度也影响了他们 甚至成为日后教育下一代的指标 不过这样严厉的爸爸 却也有开明的一面 他鼓励孩子多发挥创意来开创人生 因此不会预设框架来指导他们 只会从旁协助提醒 这让子女有更大的开创空间 在很多教育上他会一直用反问的方式让我去思考我做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 而不是告诉我一个既定的答案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蛮大的影响是我对这个世界不会存有一个刻板印象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我爸在教育上对我蛮重要的一个启发 而陈爸爸也积极参与邻里事务的协助 环保志工邻里巡守队他都不落人后 化小爱为大爱热心公益 因此里长这次推荐他接受模范父亲的表扬 老人共餐他会来帮忙 最后的洗碗都一世 他都会去做这些 尽量给大家一个方便 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从他们小婴儿般的可爱模样 到长大参加游泳比赛分享荣耀的时刻 以及生日一起欢庆这值得纪念的日子 甚至每一次出游的照片 这些都让陈爸爸感到骄傲 如今荣获模范父亲的表扬 全家人更是觉得欲有荣烟 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中家新闻赵世渊卢秀娟和长报导